全世界最初 崔献宇的魔术VR 大脑入侵 大家好 我是魔术师崔献宇 今天在这个游泳池 为你们做一个很清爽的魔术 非常清爽的魔术 你好 你好 是不是觉得做出来很清爽的魔术 那好 你们在看的这个摄像机是 上下左右360度全方位可以拍摄的 一个很酷的摄像机 通过这个摄像机 我想给大家展示魔术 要做魔术需要一位美女的 你好 你好 你能帮我拿一下这个照相机好吗 好 谢谢 我知道 看这个视频的所有人不看我 都在没有精神的看这位美女 但现在开始要看我 跟着我 谢谢合作 请跟我来 这里的所有人都要参与的 做魔术之前还是需要美女哦 今天不是仅一位两位 表情很多人 看看 啊 这儿有美女们 你好 你好 见到你们 很高兴 我想给你们展示一下魔术 请你们一起来帮帮我 谢谢 在这里的所有人 请到游泳池里面去 请到游泳池里面 请跟我来 好 我们一起来参与这个魔术 你们都聚集在一起 请注意听一下我说的话 谢谢 请过来 好 站站一排 一排 啊 好帅啊 好好 就这样站好 看这些视频的所有人 也会一起参与的 跟着我的话好好做 你们会经历奇迹般的魔术 好 我到你们心里 脑里去 你们跟着我 一起参与就可以 从二到九的数字中 想一个数字 从二到九中 想一个数字 想好了吗 那好 把你想好的数字 乘以九 乘以九 好好 你们不要算错了 对 这是计算问题 那结果会是两位数字 比如说结果是二十三的话 二加三等于五 这样的方式来算算 就是第一位数字 和第二位数字 加起来 加起来了吗 好好 然后结果又会是某个数字 然后那某个数字 减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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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跟得上吧 减四 好 然后我们开始玩 罗马字母游戏 现在你们都想着一个数字 对吧 你们按数字的顺序 想想罗马字母 比如 A等于1 B等于2 C等于3 D等于4 E等于5 F等于6 就这样按数字的顺序 想想罗马字母 好好 到最后了 大家想想那个 罗马字母开头的 四足动物 四足的 不是两足 是四足 比如你们想的罗马字母 是C的话 就像Cat D的话 D D 这样 想和罗马字母 符合的动物 想好了吧 这个视频的各位 都可能想了各自 不同的数字 和不同的动物 现在 我去你们的心里 读一下你们的想法 我读你们的想法后 印在他们的身上 那好 请各位 请各位 都把T恤脱下来 把T恤脱下来 脱下来 就会看见 印上的罗马字母 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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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 H A N T 是Elephant 你们想的动物是大象啊 哇 然后呢 最后我会给你们看 更帅的魔术 我来把印在你们肚子上的 罗马字母 插插 插插 好 我来插了看看 Go 是骗你们的 骗你们的 哇 好